就是亞洲聯控為什麼在美國 然後也不講英文 然後他們又用西班牙文交談 超級多人傻眼的 然後新加坡人真的有一種知識身高的感覺 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新航最好 其他的航空不是東西 A little bit U poco A little A little 一點點 在阿根廷的時候是每個碰臉夾親一下嗎 我們現在在阿根廷嗎 我們不在 可以嗎 我們不在 喔好的 你是在抽什麼抽 蛤 然後老闆沒英文啊 這人就有錢 喔真的有錢啊 他都做那個商務艙耶 真的想到去南部會自動會想要講台語 其實重點是想他們親切一下 那請問你過了哪個限制之後你就會開始講台語 應該 聊天室不要鬧了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阿菜 幹嘛今天要這樣開場啦 笑死人了 OK 我是阿菜 最近啊 我就回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之前我有一支影片在講說 最不喜歡的五個國家的乘客 我跟你們說 只要我們空服員被排到新加坡班 都是沒有那麼喜歡的 而且盡可能能換掉就把它換掉 我寧願非印度班 那一支影片呢 我發現下面 超級多新加坡人來留言的 而且重點是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都會跟我道歉耶 喔不要這樣子 新加坡的同學們 不用跟我道歉 在這邊我要幫新加坡講一下啦 因為畢竟呢我講的是個案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留言有什麼 等一下 這字也太小了吧 誰看得到我眼睛 我眼睛要爛掉了有沒有 來 來 來 唱平板 對咩 我跟你講這絕對不是老喔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不是新加坡的民眾 我先講一下好了 新加坡的案例好可怕喔 當下真的會出惡 其實當下真的是買出惡 他們有時候可能是因為發生什麼事 然後是跟別人 可是呢 你剛好經過他們就會請你來處理 所以我們就走特快這樣 那邊有人說到 我是新加坡人 一般新加坡人 不管你用什麼語言跟我們溝通 中英文都是OK的 覺得被歧視的有可能是 A 大陸新移民 然後或者是呢 剛在新加坡找到工作 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的 我跟你們講一下喔 在台灣不一樣喔 如果你不是外國臉孔的話 ㄟ 標幾個英文 齁 台灣人爆氣 爆氣 你是在抽什麼抽 啊 能老什麼英文啊 啊 不能接地氣一點嗎 ㄟ 還有一個 我今天啊這個東西 我不想要by the way 怎樣怎樣怎樣 就會中間插一個英文字 在香港 這是超級無題霹靂 正常的 我們在阿根廷的時候 我們是用西班牙文 他台語 那當然啊 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喜歡那個嗎 喜歡 Gay by gay 的對不對 民視八點檔 八點檔有出現過 起杯架 冰箱拿出來的 BANG BANG的 MAGIC 然後 我看一下喔 永遠要其他華人遷就他們 好像會說兩句英文就很高級 說的正統也就算了 摻雜其他方言 有沒有 摻雜其他方言 其實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又愛說彰化 我們是有一個同事 在商務客場 就被一個 新加坡先生 餐點沒有拉在 他就直接噴他三字巾 然後那個女生很漂亮 而且是很溫柔的那一種 就是女生就去 廁所裡面哭了 然後商務艙 全部都是 鑽石卡的 新加坡人 有時候你們看到商務艙有沒有 哇 借倆救急耶 喔真的有錢啊 他說做那個商務艙耶 其實做商務艙 或是頭等商也不代表有錢 因為大多數 跟大家講一下 都是 譬如說他們的銀行啦 然後 上層 他們可能是主管 所以幫他們買的 喔 有一個是比較生氣的 他說 你們這些外勞 外勞是指在去新加坡工作的人 他的語氣應該是這樣 應該不是說一個貶低詞 因為像我在香港 我都會自稱就是 香港的外勞 就是他說你們這些外勞 憑什麼規定新加坡人 在新加坡就一定要講中文 本地的新加坡人 都未必全部有受中文的教育 再說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 其實他講的也蠻對的 尤其在街上看到亞洲人 未必是新加坡華人 不管來自什麼國家 要說什麼語言 外勞來到新加坡 就必須要說英文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譬如說我現在要跟猛將講英文 哈囉猛將 hi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m ok 其實有一次我跟我的朋友 他習慣跟我去講西班牙文 然後我們到美國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是 一定用西班牙的交談啊 結果呢我們在路上就超級多人看我們 就是亞洲聯孔 為什麼在美國 然後也不講英文 然後他們用西班牙文交談 超級多人傻眼的 就是對我們會很好奇 我們也蠻辣的 那當然有很多人是幫忙解釋的啊 就是說前期就是受英文教育 然後會覺得使用英文才是高人一等 就像我們台灣勾詐可能會 阿公阿媽會講日文是不是 對 那個日據時代他們講日文 對阿公阿媽 可是講日文是不是因為有受教育 那如果沒有接受教育就沒有機會 可能只會一些單字就常聽的 他們可能也不會日文這樣 然後像我爸媽那個年代他們是 小時候不能講台語 講台語就要被掛一個牌子說我講台語 他們常常講國語 國語就是所謂現在北京話 這台語超級wonderful的 你知道嗎 我這樣算是很糗了嗎 遇到不相熟的人必定見面是使用英文 感覺上英文交流才是正式的 欸這在我們台灣不太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文化衝擊耶 因為我也超級不習慣的 在阿根廷的時候是每個碰臉夾親一下 我們現在在阿根廷嗎 我們不在 可以嗎 我們不在 喔好的 台灣人最多就是嘿 或是講八尾 嘿個屁啊 真的會講八尾嗎 南部真的會講八尾 好啊我們現在要站南北了嗎 喔沒有沒有改天 我告訴你們我最疼兩種了 一種就是站南北的人 第二種就是南部人 這是不是站南北啊 你自己講完 你不要自己站自己啊 對啊我也是南部人耶 然後我覺得他講的 欸第二種情況不相識的人會用英文 我覺得這個我在香港也很常碰到耶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耶 這一集很適合我們台灣人看 因為就會理解說 喔原來其實他們這樣 不是說他們很求或是很不尊重我們 所以我覺得很好 這個頻道很好 訂閱按起小鈴鐺 真的想到去南部會自動會想要講台語 對 其實重點是想他們親切一下 那請問你過哪個縣市之後 你就會開始講台語 應該桃文吧 身為新加坡人 對那些無理的新加坡人向你道歉 沒事啦 因為我跟你們說 因為有時候我還只要看年紀 現在比較年輕的其實就是都是OK的 我坐上華航長榮往來美國的航班也愛跟空姐說英文 雖然我外表是台灣仔就當作練習吧 我就是太難了你知道嗎 各位觀眾 太難了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在飛機上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比較年長的 然後他們又不會講英文 然後我會擔心就是他們飛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很害怕 所以我都會想說我如果跟他講中文的話 他會感覺就是很親切 這樣子就是很有成就感 就是你可以照顧到別人你知道嗎 好再來 喔這個可能是空姐喔 好像新加坡人真的有一種知識升高的感覺 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新航最好 其他航空不是東西 A little bit Un poco ample A little 一點點 真的是有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位同學應該是 應該也是空服員啦 因為很多空服員其實我做空姐的影片 他們會在下面留言說他們飛到哪裡 飛到什麼會分享 因為他們可能自己還是沒辦法分享 這樣子 是有一點啦 其實我想著你怎麼還來搭我家的 但比起台灣人大陸真的是比較好搞定 台灣人是心累 台灣人同學們 真的很心累 有時候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大陸人就是不懂而已 真的他們就是不懂而已 你真的跟他講都是ok的 然後你誠心的怎樣怎樣跟他解釋 然後拜託他都是ok的 真的真的也是有少數那種很機車 但是真的是少數 那新加坡人為什麼會偏機車 因為我跟你講 他們大多真的 受的教育偏高 所以他們懂的東西多 所以他們要求自然多 之前我又碰到一個 新加坡的同學 對不起喔 這一集已經變成第10新加坡的同學 沒有 你知道嗎 有一次呢 我就要登機嘛 那飛機剛降落 你們會不會以為說 飛機降落了 他就要休息了 沒有 然後飛機是不停歇的 他降落之後 整理完 馬上要出去的 然後整理一下飛機 然後之後呢 終於輪到客人上來了 然後再幫我配新加坡 這個皮就給他繃緊一點 然後上來上來之後呢 結果他就打開那個 前面那個 有個小桌子嗎 小桌子 打開之後 然後他就說 叫你們的清潔輪上來 他也知道不是我們喔 這邊為什麼都沒有擦乾淨 我要使用 也不能怪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趕火車 我們現在時間怎樣 我們幾點要登機 這班到了 可能有點delay 上來清潔的人要趕快 快馬加煙了 整理 所以飛機上都很髒 這句話可以撿進去嗎 可以啊 飛機上去真的是很髒啊 你們不要 想著說 喔飛機上好乾淨喔 在那邊睡覺靠一下 在那邊靠一下 我打個岔 因為其實我在整理這一份的時候 我有發現 馬來西亞人好像跟新加坡人有點不對盤 喔 喔 因為他們很近 也不會到不對盤 這個就有一點像北部南部的感覺 喔 就要在南北了嗎 就要在南北了 有一點點像這樣的感覺 馬來西亞也會啊 因為我之前印尼朋友也多 就在美國的時候 他們講的話是相似的 Saya Saya是什麼意思啊 唉唷 就是親愛的 喔 妳可以再對個清潔的講一次嗎 Saya 然後印尼的朋友 他們就會說馬來西亞 所謂的馬來話或是偏印尼文 他說不正確不正確 要學就要學那個印尼正宗的 也會有一點點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也不是不對盤啦 就是有一點那種感覺 他們很像住隔壁村的然後都會 就南部人會挑北部人的台語不好這樣啊 對啊 然後北部人就會說南部的那個 重疹難吃啊 然後有人很神奇 簡單來說你對新加坡人有偏見 你台灣人是最棒的 台灣No.1 有人說香港人在東南亞難搞會投訴已經出名了 現在一般都叫他們 燦都人 港燦 什麼意思 我不懂耶 這個我也不懂 因為這個我不懂所以我才故意把它解一下 這個如果底下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嗎 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 新加坡人跟香港人 香港人也是 他們也是偏 南那個 不是說他們很機車 是他們的 他們比較冷漠一點 但冷漠也不能說他們不對 因為畢竟可能以前香港不是這樣 但是之後就是有比較多外來的人啊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詐騙案例啦 所以他們其實就譬如說 我剛到香港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我剛到香港的時候 我會拖那個行李 然後呢 我要弄東西 我就麻煩 旁邊的香港人是否可以幫我一下 然後因為那時候又不然下雨 又有一隻蟑螂經過 我從機場出來 然後 全部都掉在地上這樣 沒有一個人要幫我撿耶 不過香港好些人還是很多 但是我只能說 比起以前 其實大家都保護自己居多 他沒有人幫我撿 我想說 Oh my God 如果在美國就不會發生啊 美國你就假裝一個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搬那個行李箱 我都假裝就是 啊有點重 結果旁邊的那個美國的先生 就會說 Let me help you 然後把我搬上去 我先生說 Thank you 然後之後我就問我香港朋友 然後他們就有跟我說 他說呢 因為很多案例就是 噢 碰� 對對對會碰� 然後可能你就 誤賴他 就是他把你的東西弄壞了 要你賠錢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台灣這種東西是比較少的 所以才會覺得說台灣人特別好心 因為大家平常會碰瓶 對對對會碰瓶 然後可能你就誤賴他 就是他把你的東西弄壞了 要你賠錢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台灣這種東西是比較少的 所以才會覺得說台灣人特別好心 因為大家沒有 平常會碰瓶 對對對 就算比較單純一點 然後那邊就是 比較複雜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現在大家要理解 Oh my God 這根本就是文化台好嗎 文化事情我真的是懂很多 像我們說大陸人呢 大家就是會覺得說 他們就是以親切比較多為主 就是他們覺得接地氣親切 就比較像我們台灣 但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 很多人他們要求的是專業度 他付了什麼樣的錢 或是他選了一個什麼樣的餐廳 或是航空公司 他們會expect 期望說他是這樣的 他不是說要你ok 那種不是 他們要你拿出專業 你們是受訓過的人員 他們想要享有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合理的 基本上呢 喔真的是很多欸 然後大家不要再跟我道歉 有時候呢 如果我做空姐的影片 基本上講的就是個例或案例 或是我自己 親身累積的一些東西 不代表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因為大家也喜歡聽我的故事嘛 對不對 好啦 基本上呢 今天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文化衝擊文化差異 之後我可以講 更多有關文化的事情 其實我剛回來台灣 怎樣超級不習慣 或我到香港 怎樣超級不習慣 或是我到阿根廷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 怎樣超級不習慣 天啊那個阿根廷喔 喔 嚇死喔 你剛才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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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們有幾點吃飯 晚餐 差不多六點 七點 對啊 對啊 那我小時候我阿嬤就是五點半吃飯嘛 欸我去了一個阿根廷 九點半十點吃飯 那是吃宵夜的時段 媽的我直接被餓死欸 類似這種文化衝擊 下次可能會做一系列跟大家分享啦 好不好 好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然後我還有遊戲頻道喔 OK 大家記得分享影片給大家 讓大家更國際化 International 大家啵啵 啵啵 準備出國了 啵啵啵啵 啵啵啵啵啵啵啵